大家好,欢迎回到musicunion.com的频道 刚刚玩音响的朋友通常都是玩串流多 不过玩了一阵又会深思思想试玩CD机 隔一阵又深思思想试黑胶 深思思不知道是不是发烧友的性格 Audiolab就刚刚推出了一部万多元 有齐网络串流CD、黑胶播放的合并抗音机 它是一个拉丁文来的,代表一切,全部,所有的意思 不过我就会叫它作Audiolab出奇弹 一般音响器材的外壳都不外乎 例如拉丝铝、合金、铁壳等等 挺精美的外壳其实我也见过 开箱多其实没什么感觉 开箱这部Aumnia 就觉得它的外壳很特别 雅光黑色 质地看上去就像矽胶 不过用手指挖一下就知道是金属 它是一个铝合金的外壳 圆边的外壳上用了霧面噴纱的处理 一般两星度的器材 我都觉得银色好看点 这一部例外 它的黑色是酷的 先从前面板说起 右边是开关和播放键 中间有4.3 吋的IPS LCD 可以显示设定或播放资讯 最过人就是它可以显示标口 左边的CD drive 是基于同厂6000系列的CDT 有Read Ahead Digital Buffer的预读功能 对于刮箱的CD碟有较高的宽容度 近开关键下面就有个Head Phone的接口 夜难人静的时候可以用耳筒听歌 解码方面 它就用了ESS9038Q2M的解码晶片 支援最高PCM 768kHz DSD512 和MQA全解码 转个圈就看机背 先讲了重要的地方 它有Ethernet port 和WiFi Amnia可以连接Network 加上DTS PlayFi的App 除了能读到NAS的歌 它也支援Tidal、Kobus、Spotify、KKBOX等众多的网上串流平台 它支援的平台其实多到是用不了的 这里要提提用家 不知道为什么 Kobus和Tidal预设的音质 就是MP3和Normal 要自己手动更改到最高音质 通常这些设定只会出现在流动数据的装置 在这种家用的音质器材上 其实没有什么用途 接着要讲就是这个USB Type-B的界面 通常有Network功能的播放机就很少有USB界面 看到它就是说它可以连接电脑 播放电脑里面的声 同时 同时Amnia这个USB界面 通过了RuneTested的测试 就可以在电脑上用Rune软件 而且Audiolab就送给用会60日的试用 假如你想用一个功能更加强大 更加好的App 就可以试试用Rune 但两万不到的合併扩音机的用家 往后会不会给80元月费 或者5000多元 买断Rune软件来用呢 当然这是一个问号 除了可以播放CD和串流音乐服务之外 它还可以博黑胶唱盘 这部机支援MM风能输入 它的效能就相当于6000系列的内置风能M 旁边有三组的Aux-in 可以自驳其他器材 Amnia对于未来的升级都留有一手 包括有Pre-Out 可以只用它前级的部分 将来可以添置推力更好的后级 旁边的Power 可以配合AV扩音机 将Amnia作为一部独立扩音机使用 或者我简单叫它为AV Bypass 让大家会更容易 这一组就是现在比较少用的传统光纤和同轴的界面 各有二入一出 这个就是喇叭的端子 用来拼喇叭 这三支天线分别有两支是WiFi用的 一支是被南牙的APTX用的 巡礼我们也拆开机箱看看 Audiolab的器材开了壳是很好看的 喜欢买零件和体零件的朋友就很开心 Amnia 就是一部Class AB的扩音机 8吨的时候提供了2x50W的输出 4吨的时候就是75W的输出 数字虽然不是很大 不过Audiolab都为它定制了200VA的战猪大患牛 还有四支角15000mL的大电容 合计有6万mL 提供了充沛的供电 一般的入门书架或者小座地喇叭都够用 DTS Play 5 这个APP 用来很清晰 简节 易用和反应快 用惯手机就很容易上手 所以我就不详细示范它怎么用 不过Play 5 这个一行 只是显示到一张专辑的界面 就比较浪费 不够人性化 我就建议用家可以自己进入Tidal的APP 选歌 还有储存好自己的collection 然后再进入DTS Play 5 里面的collection 找回你自己喜欢的歌 这样会比较快捷 我们都用过好几部Audiolab的机构 同时我们都用过好几部Audiolab的机构 跟灯白在上一次高级音简也做过示范会 他们的声音其实我们很熟悉 坦白说它不是一个一开声就令人觉得有经验的品牌 但这个说法我不是贬义 我会用踏实去形容Audiolab的器材 英国设计 踏实的售价 踏实的质素 入门6000系列 每部都一万有爪 麒麟8000系列 每部都一万多元 性价比不言而喻 说回Ummler 传统Class AB 抗音机的设计 它的声音其实带点厚暖 有音乐感 耐听 人声乐器的定位都非常清晰 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差一点点的地方 我觉得是在音场的阔度 它的表现算是刚好 始终都是入门的定位 不过它水准都绝对在合格以上 如果你听得明白我刚才说的 而你又听得出 我想你大概已经在看8000系列的资料 Ummler的功能就好齐全 包括有合并抗音机 CD机 串流播放机 USB DAC 耳框 支援 Cobus Tidal Spotify MQA全解码 Fono M 基本上 一部机包含了整个6000系列的功能 除此之外 还有Rune Ummler 是Audiolab 第一部通过RuneTested认证的器材 这部机是适合一些贪心 要多功能 但又怕需要买很多部机的新玩家 它就好像出奇弹一样 一次过可以满足你玩 串流CD黑胶三大愿望 I'm scared too Didn't need to take it out Turn back time Nese silent days It wasn't real Nese silent days It wasn't real It's not too late 同场佳影 我还借了Audiolab的DC Block 你可以简单当它为Audiolab推出的入门电源处理器 电力在传送途中 假如受到各种工业被剁 或者家庭电器污染等等 可能会导致使电的正元波出现不对称的情况 引发出直流偏移DC Offset 经过回路就进入交流供电系统 这个情况有机会导致环牛线圈中间的铁芯 出现持饱和的现象 影响环牛的效能 声音会被劣化 动态就好像被压缩 有时环牛甚至会出现轻微的震动 或者发出喊声 它的用法很简单 你先把电源线插入DC Block 跟机就送了另一条过机线 用来把DC Block 接到音氧器材 凡是Audiolab或者其他 使用环形变压器 或者R-Core变压器的器材都适用 在Amnia上用了DC Block 我觉得它的声音除了清晰度有提升 整体听感也变得更加松容 它是一件效果正面的配件 定价是1280 有黑银两色 即使你不是Audiolab的用家 只要器材是用环牛或者RO都适用 不妨考虑作为一个入门的电源升级方案 今天的短片就到此为止 喜欢的请赞好订阅留言 分享给朋友 我们下条片见 拜拜